俄罗斯官员4月30号说 俄罗斯将要求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人员 配合俄方调查美军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防扩散与军备控制司司长伊尔马克夫 告诉俄罗斯塔斯社 正准备邀请相关美方人员接受俄议会下院 对美方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调查 尤其打算要求副国务卿纽兰作为证人参加调查会议 俄议会下院对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活动的调查委员会 3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 俄军方同一天公布美方在乌境内参加军事生物计划人员的名单 俄方说依据俄方所获文件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从事生物军事活动 在2月24号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天 紧急销毁在乌生物实验室的多种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 纽兰3月初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上承认 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 且美方与乌方合作研究 如何阻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 是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 美国虽然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但20多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这一公约的多边核查机制 感谢观看